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航天这个概念 当时我比较小 有幸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者 对我后面的职业规划 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现在我作为历史的参与者 希望我能为祖国的航天事业尽一份力 前周五号2003年发射以后 我们在航天发射厂 也经历了20年的发展和进步 我们的自动化信息化水平 与当时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 再一个我们的组织指挥模式 我们的管理方式都进一步精细化 进一步地保证了我们后续的责任任务 是越来越顺利地往前发展 我们实现了当时收集队员 30秒到达现场的空前成绩 我和杨立伟我们俩同时打开窗门 简单地握了个手以后 然后我就投入到后续的工作 非常荣幸能够见证首富英雄 凯旋而归 在人上的事业通波发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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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